每日下班我還都要處理我們家裡的事情 手拿著異議狀忍不住聲淚俱下 萬萬想不到 人生第一次買房 砸下911萬 卻是一間海鯊屋 說這間房子是海鯊屋 然後有街頭抗議 有宣傳車 才知道說我們原來買到這間 是個海鯊屋 女子指的工會給的試驗結果 三樣試體的綠離子含量 1.9到1.0 國家標準需小於0.3 沒想到檢體結果 最高居然超過國家標準的6倍 沒有辦法去承擔那個瑕疵擋保的責任 要請我們一買人要去調查 當時其實法院他們也有意思說 可能也真的疏忽到了 流星女子質疑書記官有書師 沒有詳細明載海鯊屋的事實 3月30號寫書狀後 法院也裁定撤拍暫緩點交 但債權人不同意 5月8號提出異議遭法院駁回 這個月1號債權人再次提出異議 說又要在網上就是民視訴訟 那現在主要的問題點就是在於說 能不能新冠銀行這邊 人生第一回買新房 卻觸碰高風險的法拍屋 就算法院裁定撤拍暫緩點交 但錢還是卡在債權人的手上 記者許志明梅凱婷 台北採訪報導